各位乡亲好 昨天这期节目有点长了 因为本来是想分成两期的 因为确实上半部讲的是水浒传 下边因为串到红楼梦去了 本来我是想分成两期的 后来想算了 大晚上的 大家有功夫就多看两眼 没功夫就什么时候想起来再说 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一事呢 有的觉得太玄乎了 也有朋友说 你这不说讲评书吗 不是不对题 这不叫说评书吗 我真是希望大家 还是说要多一点这种非常规的逻辑 我已经给大家讲得很透了 这个水浒传像这种名著 它其实就是一种经 这个经就是 我没说到经 经的就是上天的启示 就是这个讲的是法呀 道啊 就是这个真理啊 讲这些啊 说到经就是宗教的载体 就是所以有的 有的把这个宗教分成两种 一种叫有经的 一种叫做没有经的 你像我来美国以后的印第安 印第安的那个这些有几个朋友啊 他们也是印第安部落里的 就是这个信仰者啊 你可以在中国人叫叫巫师啊 或者叫祭司啊 或者人家萨玛叫什么 他们就他没有经 他们没有经啊 就没有书面的经 他们就是完全是 基本上就是故事和仪式 就是祖先传下来的这个故事 要求他们必须要 必须要流传下去 其实那个那个故事 他们所说的故事呢 就是咱们讲的就是 评书啊 演绎啊 小说啊 戏曲啊 就就就这些东西啊 因为这里边呢 因为古人啊 有些秘密呢 我们讲什么叫天机不可泄露啊 他天机呢 他就是用来泄露的啊 但是呢 不到时候不能 因为你都要 话说透了 他就泄密了之后呢 人心就这样啊 他就是提前点破了 他就会就会出问题 就这个剧本就玩不下去了 因为任何的故事呢 我们就这个都有他的源头 就像有一本考古学啊 叫什么 考古学的这条是严谨的 讲一下讲究实物的 叫圣经考古学 他就根据圣经的记载道去找 好像像希腊 还有种考古学 跟你神话的线索 有的时候就产生突破 有产生突破 当然有人这个有人讲了 就是这你说的东西还是太悬了 太悬了 有朋友说我看了一万别 都没看懂 但是我还是想看 哎 我就等你这句话 我之前也讲过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我真是没指着所有的朋友呢 一看就通 一看就透 因为什么 本身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讲这东西啊 它都是隐藏在 历史的帷幕后边 被层层 层层叠叠的包装起来的 就是说难的不会 会的不难 我已经经过了那个 就是穿透那个探索那个程序 我已经发现事物的真谛 所以呢 在我看来任何东西都没有秘密 看一眼就看穿 一秒钟就看穿 甚至不用看都能穿 但是很多朋友确实 我们是有常规的这个思路 这个呢 还不能说是 埋怨是共产党洗脑 因为这是祖师的 这就是该讲 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他又要告诉你 你每个人都要领受这个天机 就是每个 就是说我们的祖先 就是我们的 就是创我们的造物主 他给每个人都有一把锁 都有一把锁 这个锁呢 这个锁是干什么呢 锁家就是正道用的 但是时候到的时候呢 就给你 就会给你把钥匙 这个钥匙呢 就是锁 这个说一下烧脑的这个名 在概念 锁就是钥匙 钥匙就是锁 锁和钥匙是一体的 我们每个人拿到的锁 千奇百怪 就那个钥匙呢 千奇百怪 但是他最终有一个真正的 叫灵钥匙啊 叫灵式 这个呢 是唯一的 就这把钥匙呢 能打开世界上所有的锁 真是真正的万能钥匙 但这个钥匙不到时候 是不能出来 就圣经讲的 耶稣 耶稣临救育之前啊 就给彼得说啊 彼得 就是他不叫西蒙啊 西蒙 你也叫彼得 我把 我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你 也就是成为教皇 教皇的那个 那个木灰啊 就是那个 他那个徽章啊 他就是两把交叉的钥匙啊 一把金钥匙 一把银钥匙 这是教皇的权威的象征 为什么他就来源于这句话 这句话 就那一句话呀 但圣经讲解的很明白 我把天国钥匙给你了吗 耶稣没有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 递给彼得呀 就是彼得本来也不叫彼得 人家叫西蒙啊 西蒙就灵清的意思 我把钥匙给你 你就是 给他给他给了 他给了这个彼得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名字 就彼得 彼得就是石头磐石啊 所以我们讲几大名著啊 包括这个圣经啊 这个宗教啊 佛教也就讲 叫孙悟空啊 什么红了吗 都在讲石头啊 水武传也讲石头嘛 三公言也叫八镇图啊 讲的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石头就是钥匙 这石头的钥匙 石头就是最通俗的讲话 叫孙悟空 叫受日月精华 越狱这个石台蹦出来的 然后贾宝玉叫三生石 建政三生这个轮回 建政三生石 水武传天降石阶上天降的次序 然后石阶村软小二软小五软小七 为什么呢 这就是密码 这就是钥匙 这就是石头就是那个锁 石头也就是那个钥匙 他证明了天道不易 不会改变 天道永恒的 证明天道是坚实的存在 而不是虚化的传说 所以评书小说 都是一种载体 他为了把这个秘密传下去 咱比如包装成故事 这故事有其真实的原形 有虚构的部分 但是他都是为了 就我们的祖师 就受上天的启示 和自己灵的感召 他要做这件事 他又是又要把秘密给你 又不能让你过早的知道 又不能过早的知道 所以只允许这个世界上 有极少部分人知道 我为什么告诉大家 老毛都明白呢 老江老胡 老习都明白 中国历代的 那最高的统治者 除了特婚姻或者特短命的 都明白 这个世界上 那些大国的领袖们 那些大组织的 那个秘密组织 像共云会啊 包括教皇 包括很多很多宗教的 那些那些那些设计者 那些那些那些头们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你知道这个秘密之后 之后就就知道 等你领悟这个秘密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秘密不能说 不甘紧说 你不能说 你说可以 但也把它包装起来 包装成故事 包装成传奇 包装成电影 包装成一个建筑 包装成一个宗教 然后就咱们就像猜民一样 我这个答案是1 但是我告诉你 2-1 那个人知道2-1这么意思吗 他把你 他把再包装 就成了什么了 就成了4-3 再换一个人 就6-5 再换一个人 再换就3-1 再减1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最后都是数 你都要数了 因为数是精确的 只有数学才能完成精确 否则这个秘密 这个宗教都就崩塌了 为什么 那就没有唯一结果的东西 为什么只要真理唯一 就我们家唯一神 他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最后呢 都由数来解开 从我们家 刘家旭 刘家旭 万载年来都是数 什么都圣经上 最后都是讲数的 包括古兰经里头也是数 佛教里也是数 全都是数 数就是那个钥匙 一大堆数 他就像一个数字矩阵 他就是打进了密码矩阵 然后这有一句话 给大家可能讲一下 像美国国安局 美国国家全局 他是 谁都知道 他是他的这个预算 比CIA他们要高得多了 他有几万员工 但他这个机构 雇佣了世界上最多的数学家 他什么 美国国安局干什么呢 他是最简直说核武器的密码 是归他管的 他负责这个这个世界上最强力的毁灭武器的核武器的密码 整个密码体系 全他设计的 他负责保管 他负责 他甚至还有个密码印刷厂 印刷这个核武器发射整套这些密码 所以他雇佣的这个世界上最多的数学家 这干什么用 我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给大家 就是树 树他有具体的应用 没有树 我们整个文明 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在树 是沟通科学和神学的 沟通现实和 虚幻世界的 一个这个钥匙 他就是这个树 就是石头的树 所以大家看孙悟空 孙悟空这个石台有树吧 他就什么圆周 圆周高多少 圆多少 圆周多少 然后上面有多少个孔 这都是精确的树 最后这都是树 我今天呢 给大家说透的吧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说这个极大名著里边 都有包含了一个数字钥匙 一组数字钥匙 其他的故事里边的人物情节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包装这个树的 都是包装 像猜谜一样 就像猜谜一样 都是这个意思 都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树呢 是什么意思呢 树就是天道在体 天道在体 就是什么叫天道 我们讲 为什么叫天道 就是天道上圆 上公平 上平等 只有这样 他才是 他才符合上天这个形状 星系旋转的这个风 一个盘面 一个旋转 行面 才是对应我们的人身 人也是物 也是个星体 也是个星系 大的宏观 小的微观 他有他的天道运行的秩序 天道运行的秩序 是不允许叫什么 不允许出现这种 叫什么金字塔结构的 这金字塔结构本身 就是反什么 就是就是反天道的 他就是要人人为主 就是人人为主 人人为王 人人成神 人人成佛 因为什么 你自信就就是这样 你本身就是 你只是看不见 就这个统治者呢 就让你看不见 也就是说真相的 也就是说时候到了 我们就要揭开 我就要揭开这个东西 就让大家知道 这个附在什么 上次的剧本 就是你如何实现 人人平等 如何实现 消灭这些世界上最强 看一下强硬横无比的 这些专治者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要把 这就是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 就祖师 就先知 写这些书的时候 写经 写书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做这些作品的时候 他是一种 他绝对是误道者 误道者我知道 就蒙古国家 开千叶 他一个人能看见 他能看见 就是说你通了之后 你就能看见 穿透这个时空 你能看到将来 注定会发生的 发生的 为什么 你看到它是个镜像 它是已经发生了 就已经发生了 就亮的地圈上 讲的这些东西 无始无终 它已经发生了 时间呢 不是我们大家理解的 是个线性状态 从A点到B点 它不是的 它是呢 时间从大爆炸那一刻 时间空间物质 它是粘体 它是一体的 就爱因斯坦 最简的相对论 速度越快 速度越快 就是说 然后质量越高 质量越高 然后呢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最简单的 比如说例子 我说的例子 可能不是太精确 比方说 是吧 你从A点到B点 就是比方说 有1000麦 就是1000公里 你速度越快 就是等于说 你用的时间 你用的时间越短 但是呢 它等于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相当于 你速度越快 就等于 等于这个1000麦啊 比如1000公里 它不是1000公里了 它压缩 把空间压缩了 压缩了 压缩成 压缩成 比方说 如果需要个数 是500公里 那你速度 你快一倍 就相当于 这个空间压缩了 压缩了一半 如果你要这个速度 达到了 又超越了一倍 那等于在这个压缩一半 基础上 又压缩了一倍 那知道什么叫压缩 你把空气 一这样压缩 别说水了 你把空气这样压缩 这个空间 空间里不是真空啊 它都空间 本身就跟物质是一体的 这样压缩的话 它就密度就 密度就 密度就急剧的增加 所以你的速度 跟你这个就有关系 然后呢 本身显现出来是时间 有时间呢 时间物体和和这个 就是空间啊 它是一体的 就说它任何一个因素变化 就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化 这就叫 我们叫所谓叫天人相应 从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理解 就这些东西呢 就它就是说 它这个原理呢 最后都反映在人的世界上 就是像我们讲 我一代给大家讲 司马前写史记 最根本的由来 他的史记要编次序 谁在写多少个帝王 写多少个诸侯世家 写多少个列传 写多少个表 写多少个书 然后怎么编次 你看司马前特意的做这个工作 太史公司自秩序里啊 把它编得严严实实的 不许任何人动 他一共130篇 大家知道 亚当圣长子 就是130岁 为什么130岁 大家讲 我给大家讲 130岁哪来的 为什么130岁圣长子 为什么 这些东西 它都是它的数学基础 也就是说 为什么 在红楼梦到结尾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兰桂中兴 贾宝玉考证第七名 第七名在这什么 神的书啊 就是说 黄道上 你我正数 第七天 就是神的神要休息了 但是你反转呢 从这个零点上反转呢 反数是什么 反数第七天是什么 12月25 那就圣诞 然后呢 到130 甲兰考证130 130 130就是亚当圣长子之数 然后130加一个7 加这个宝玉 因为他蓝桂中兴嘛 这个书之俩同时去参加科举 甲兰考完这个走了 19岁 然后最终考了个第七名 这就是甲兰 留给这时间的东西 他的人生经历 和最后的结果 然后137是吧 137是甲兰 这个甲字的 在把家姓里的排序 137 这些东西 因为说一下 我不想说 又又又又扯远了 还是回到那个原点 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名著 跟大家一起讲 跟经是一样的 跟特别图 烧明歌 这些预言 它都是相通的 这是中文的 但它跟梵文 跟希腊文 跟拉丁文 跟英文 对这些著作 也是相通的 古今中外 没有第二 我就说上帝没有第二个秘密 世界没有第二个真理 都是一样 都是我们都从一个 都从一个原点 爆发出来了 将来要回到一个原点上去 这就是历史的大循环 这是必然的 这叫偏道 替天行道 我们说 为什么要 有人说 你不要讲全民共振 你就专门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为什么讲 其实它就是一体的 我说的全民共振 其实就是一个剧本 就是水户传 就是叫大家大聚义 大聚义 全民共振 人人认识到自己是什么 人人取得 取得互信 就叫约 一约 新约和旧约 最后大家 你怎么能做凑的一起来 聚义 大聚义 有个约定啊 你跟你什么聚集起来 就这个约 聚集起来说干什么 就替天行道 天道有亏 替天行道 就这意思 然后干什么 就推翻专制 推翻专制 你为什么这个梁山 都被招安了呢 替天行道就成了 最后就成了 就消灭其他的 其他的几大扣了呢 大家很简单的道理啊 我给大家今天 今天特意的说一下 天天行道 就是什么 就是你遵从这个天道 为什么要遵从天道 第一个 宋朝 北宋被谁灭的呢 是被大金国灭的 他被大金国灭的 他不是呢 不是这个梁山好汉民 但梁山好事实上 没有这样的 这只是一个 祖师写书的时候 借用的这样一个数 当时梁山 几乎没有什么 发生过这种军队巨异 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打的命 叫近几天 我大家给解开 为什么要设定梁山 在梁山巨异啊 也就是说 七天行道 第一个 他消灭了其他的 这个造反组织 消灭了方拉 最重要最重要 为什么消灭 你看最简单说 他梁山消灭的四大扣里啊 其实可能有 这个方拉是存在的 其他的像河北王虎啊 河北田虎啊 王庆啊 怀西王庆 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东西啊 但是有人影射 他是贝州起义 就是贝州王泽起义 王泽起义 大家知道 这是宗教起义 就是为什么 谁无论提到 这文彦博呢 文彦博就是镇压 这个贝州王泽起义的 这个将领啊 他当时采这个方法 就是带着部队去以后 猛攻北门 然后在南 在南门挖地道 最后就成功的镇压 这个王泽起义 是宗教起义 历史上起义 大门的宗教起义 然后但是这个 宋江的带着 带着这个108 他们108个兄弟 去镇压那其他三大寇 包括田护王庆 这些三大寇的时候 都没有 几乎叫零折损 这些兄弟们 没有死一个 但是呢 在真方辣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真正是 真正是两败俱伤 方辣也完了 梁山基本上 元气也没了 为什么 其实真正 我告诉你 什么叫 这就是天道 为什么叫天道呢 贝州王泽起义 大家可能王庆 是田护王庆起义的原型 王庆起义的原型 他是宗教起义 什么叫宗教起义 第一个 这种宗教起义 都是什么 都不是真正的误道者 但是他是宗教的信仰者 但他用这个信仰 在不合适的时段 然后呢 动机 也不是为了真正的 就实现这个道义 不见不是实现天道 然后他们就 他们其实是反天道的 所以宋江就去带着 行天道这些人 就把他灭了 然后最后的这个 方辣为什么在 争方辣的时候 折损这么厉害呢 但是方辣呢 就这个宋江 梁山所依循的 这个这个 他的宗教背景 他跟方辣 这叫做摩尼教 摩尼教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 就是融合 大融合的一个 大融合的一个宗教 在我给大家讲 我这梁山 好汉的背后是 他的宗教背景是 景教 景教是 景教是更大的融合 是更接近于 这个终极真相 但是方辣呢 就出问题了 方辣代表是摩尼教 摩尼教本身就是 索罗亚斯德教 就是仙教 就是拜火教嘛 然后和基督教的融合 和一般犹太教 然后和这个 佛教的融合 进入中国之后 又相当从来 就吸收了道教 这些东西 然后摩尼教呢 方辣代表这个宗教 这个这些东西呢 就跟宋江那个 代表所代表的景教呢 就非常的接近 他几乎呢 就是兄弟俩 甚至呢 就是一个人 但是宋江 为什么要大家去灭他呢 就是因为 方辣 第一个 时机不对 就时间不对 不是那个时候 第二个 动机不对 你他妈造反成功了 你本来受压迫 受奴役 是一个七元里的七功 长功 然后 有感于被压迫 被奴役 然后起兵造反 造反之后 干什么事呢 称王称帝 这是随夫传写作 真正的动机 你他妈的靠着宗教 靠这些东西 称王称帝 无恶不作 那谁去灭你 朝廷灭不了的 因为这个宗教背景太强大了 朝廷灭不了 那谁去灭呢 那就是说 真正行天道的都知 去灭你 但是他又是 他又要彼此是融合的 他有相同的基因 就是相当于自惨 所以梁山就在这个问题上 就大就是 你看大部分人都是 都是在郑芳娜的时候死的 郑芳娜的时候死的 这就是宗教里的问题 就是随夫传 所代表的宗教的背景 但是真正的宋朝天数一尽 他也是无恶不作 搞化石刚什么 这也用大奸臣 就他怎么死呢 这就是天道 谁来灭他了呢 金国来灭了 以这种屈辱的 就这种惨烈的方式 把梁皇帝都俘虏了 把这些皇子们 杀的基本上就是 圣母家长俘虏的 根本就剩下几个人 就剩下康王照顾 那些惨烈的报应啊 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这就是天道 这就叫天道 也就是说 他就该被他灭掉 所以就在水浒传 所讲的 为什么大家这样 他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因为水浒传 确实讲了这些设计 我告诉你 他是对时事的预言 就说你既然是预言 是剧本 那预言 他就一定要符合 跟时事要严密的相对 咱比方最佳 最佳出现这几个人物 就开篇出现这几万事 开篇最重要 大开元的时候 开篇最重要 开篇就送高宗 就是这个 这个 不是不是送高宗了 送高宗说的 赵折了 几个三个大臣 出现这三个大臣 又发生大瘟疫 瘟疫什么 瘟疫是末日事件 大瘟疫了 怎么办呢 然后赵折和文彦博 两个人出场了 文彦博确实是当时的大使 但他不是参治政事 他是去政官宁宰相 但是呢 这个赵折呢 就是七十年后的 将近七八十年 六七十年后死的人 当时他赵折还没出生 出现这两个人物 他们建议释放罪犯 然后来来来来取得这个 来来来来避免这个瘟疫 治这个瘟疫 结果不成功 瘟疫更厉害 不管用 才出来范仲淹 范仲淹就建议 修这个三百六十度 就可以说 罗天大教 搞水楼法会 然后请张天师 请张天师 然后洪信 还要洪信去信州 结果这个事 这个事就成了 就出现这三个主人公 这三个主人公 我给大家讲了 为什么 上期的标题讲了 复平之败的 这个赵折 还有的因素 这个赵折 他的主要的事就是什么 就是 在复平大败 宋军大败 宋军叫赵家大败 就朝廷大败 就当时损失军力 财力 人力 那简直是 简直是 简直是把 这个宋朝 他那一战 葬送了 这个当时北宋 这个百年来 所留下的最 唯一精锐的部队 叫西军 葬送了 然后呢 关闪失去了 关闪失去了 以后仅仅能自保 就是在在这本来已经承受不起损失的时候 失去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重要的地盘 没有了 就是就是就那次啊 就是复平之败 但复平复平是习近平真的老家 在那 在那还现在在建建西陵 建西陵 然后呢 在宾州 把这赵折给杀了 把赵折给杀了 宾州为什么 跟他们关联的呢 他十月初一 因力的十月初一 在宾州 把这个赵折 张俊 把赵折给杀了 就看透了 然后呢 范仲淹呢 范仲淹老家就是宾州的 他是杨丽的 十月一号 就阴阳相对 就生死相对 为什么呢 但是这个范仲淹呢 在当时这个 主要开篇讲这个 家有三年 三月三日的时候 范仲淹已经死了将近第七年了 第七年头上 他就出现这两个人物 一个是七十年后死的 一个是七年 那就是七年的 这个已经死了七年了 就是这叫什么 这就是咱们这 咱们想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组合 但范仲淹什么 范仲淹很有意思了 范仲淹家是宾州的 老家是宾州 后来又当宾州之州 从宾州之州的任上 调任邓州的之州 叫知邓州市 邓州什么 邓州又吸引了 又有个老家 又有个老家 他再上一排的这个足迹 范仲淹在哪 范仲淹 之前是延州 延州这个 他就陕西经历赴史 昭讨赴史 他主要 他犯人家抗击这个西夏呢 他主要是在哪 主要是在延安 延安是哪 习近平下乡的地方 习近平就正是 你说他最人生最惨淡的时候 也是他 试图的 其实试图的起步 就这几个关键点 关键的地方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有这样的巧合吗 再加上 再加上宋江这运城 对水谷传的意义 是水谷传 108匠 大巨翼的 小巨翼 智杰生神刚的出发点 就是运城 运城是 我刚才给大家讲 是彭丽媛的老家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 如果到这个份上 你还认为这是巧合的话 那我只能佩服你这个人 太容易认为是巧合 你可 事业上 巧事太多了 巧的什么程度呢 巧的这种程度吗 巧的这种程度吗 那是 这个呢 他因为他不是巧合 为什么呢 不是巧合 宋朝 我讲为什么讲 名臣众多呀 忠臣兼臣 众多呀 为什么把这 把这三个人组合在一块 完全不符合史实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但是 还设到一个问题 就是赵哲所承戴的 叫什么 高宗 拥立高宗 高宗复辟 然后的这个 开篇的是仁宗 仁宗和高宗 这俩呢 都无后 就没有儿子 就无后 为什么无后 就是断了 延续不下去了 再加上 复平之败 大败 被杀 导致赵家 赵家人被杀 这是什么样的预言呢 然后 然后他作为整个梁山 梁山 梁山 水户传 就是讲造反的 就是讲大巨义 巨义下一起 清兵造反的 其实就造反了 是吧 这个 这些东西呢 他就我怎么讲的预言 这就预言就是这样 你说你说 他直接写个剧本告诉你 一二三 某年某月某日 谁谁怎么怎么叫 怎么讲 死了 或者怎么样 可能吗 会可能吗 不可能的 这些是这些人物 所以写书的人就是 这些祖师们就是真真假假 真中有假 假中有真 但听的都很符合 都很符合演艺小说的特点 但是呢 你不能细究 你要明白那个东西 你要一细究 这个就能吓死人 这个就能吓死人 咬人命啊 有些东西啊 我也给大家讲过 这些东西 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书怎么写出来的 这些书怎么写出来 他为什么要写是什么意思 就他一会开天眼 他看见了 他通了 通了 看通了 然后他知道剧本 知道哪一年哪月 哪日 会发生什么 那个时候的时间节点 那个表象 那征兆信号 都能看见 他都知道 所以他就能随心所欲的 当然也费尽了心机 来搞这些组合 搞这些组合 并且收尾要呼应 收尾要呼应 这些问题呢 今天不给大家讲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就问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事 但时候到了 我就告诉大家 有人说你 你凭就啥 你凭什么说这个 共产党就打台呢 因为我 我跟这些历代的这些祖师们 因为我们是法脉 血脉相通的 他知道 他当时知道什么 我今天我就知道什么 因为我知道这都是注定要发生的 就像我一刷 我说我看天眼 我看见 就前一天 有种问的 我就这么收代说了一句 我说我看见了 看见大街上 没有车 城市 城市里空无一人 今天 有人说 那个 你是不是在 是在这个预言什么事呢 我告诉你 真是预言什么事 我就只不 我只是告诉你 必定要发生的事 必定要发生的事 今天看见什么 大家看到什么了 如果你要有人 当然有朋友 这个包括今天打电话 给我说 哎呀他说你是 这个你们搞全民共争 是不是这个全民 卡着司机全整 这个全国大罢工 是你搞的 是不是你搞的 因为他说 我还真是听见你说了 说这个路上没车 或者怎么着 我说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 我说是我搞的 那组织罢工 那个不是说罢工的问题了 然后他立刻就成了这个什么 叫颠覆政权罪了 全部都和他们全部可以抓起来的 你让我怎么说 然后 然后再说 空无一人空城 你现在看到 看到青岛了没有 上河组织峰会 他就是空城啊 空城 那人都给你一天给你八百块钱 全全出去玩去 别在这家 整个青岛 这都关键区 全清空了 啊 这这两个事 重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 我 所以说 我看你的事多了 有些能告诉你们 有些不能告诉你们 我不能直接就告诉你们 会发明天会 后天会发什么事 那你希望 我希望你自己去理解 因为我一代给大家讲的 全民共振 你不要以为 他就是 就只有公开的这些东西啊 你们几个呢 网上喊一喊 怎么呼吁一下 这就叫全民共振了吗 谁都知道这个实现不了的 当然 我们不知道 这个玩意实现不了吗 那你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啊 因为中国完全靠一谋统治的呀 你不能完全靠阳谋对抗阴谋吗 所以我们明有全民共振 我们有明暗两条线 暗地里的搞的东西 你甭想知道 我搞的事能让你们知道 让你中共 让你中共知道 让这五毛傻逼们知道 去你娘的 你个老子磕一百个头 老子不会告诉你一个字 不让你知道 你他娘就不知道 但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 你一定你就会知道 你一定要就让你知道 任何事就是这样 叫虚实结合 虚的实质 实的虚之 他用兵知道就这样吗 兵到什么 诡计啊 就是玩诡计的 老子会玩诡计 比这个世界上 绝多人都玩得精 老子一辈子 老子这一辈子就玩诡计了 另外还得说 给一些这个 往下边忍不住的 在下边 下边这个 骂人的这些傻逼们 我今天真真得 跟你们说几句 你们的主子 给你们发狗粮的时候 让你们出来干活的时候 就没告诉傻逼们 就是我是谁 就是他们 你他们主子傻逼们 就不敢告诉你们这些傻逼们 老子姓什么叫什么 老子长啥样 老子干什么的 老子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 让你们当跑会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你们主子知道 这个世界上谁动老子 谁骂老子 谁琢磨老子 谁害老子 没有他们一个能活到 即还活着的 老子活着这一辈子了 凡是这样碰 给老子干 给老子顶着干的 搞事算计老子的 没有一个得好下场的 撞死的 病死的 被人杀了的 拿枪爆头的 被他妈烧的 被他妈烧死的 一个爱一个 不管你什么级别 只要对老子生坏心 全死 什么什么国籍 什么富国籍 什么不籍 什么处籍 听居籍 全杀笔 全死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主子知道 老子就是杀星 这个世界有史以来 最杀的星 最凶的杀星 甭说你不好的事了 有个好事你还得离着老子近了 逗他娘的受不了 为什么他们指 他为什么不敢逗老子来 让你们这帮傻逼在这 在这骂 我告诉你们 谁骂老子一句 你他妈全家不得好死 你他妈说 还偏说 他说傻逼 还说老子 为什么不敢露脸 去你娘的 老子是不敢露脸吗 因为你们主子知道 老子露脸了 哪天 你们所有人都得死 为什么老子 我都不想露脸 因为时候不到 再说老子就喜欢自由 不喜欢让你知道 认识的 走到大街上认出来 谁谁 我老子去买个菜 出去买个东西 就被人认出来 还得应酬 还得说话 老子这一辈子不喜欢应酬 一辈子都没给别人倒过酒 都没尊重过谁为哥 除了我亲哥 为什么呢 老子喊一个哥 就能要了你的命 老子喊一个领导 就能要了你的命 你那些傻逼们 就是五毛傻逼们 你回去问问你们的主子 在领狗粮 问问你们的主子 为什么你们主子不敢做 让你们这些傻逼们出来干 因为你们主子知道 他们为什么活着 是因为老子活着 老子哪天要死了 这个世界给老子陪葬 谁也活不下来 我不管他们 习近平还是川普 乐极了老子 没有你们的活路 一帮傻逼 老百姓不知道真相 但是老百姓有真诚的 我们的愿望 受压迫 我们叫自由 没有 我们就没有保障 我们需要有保障 没有正义 我们希望有正义 没有公道 我们希望有公道 这叫天意 基于这一点上 你说你不理解老子 不理解什么 不理解这个 不理解那个 口出怨言 无所谓 无所谓 我就说 有人说 你为什么舔习近平 批勾 我不在乎 你说这句话 我老子真不在乎 但是 你要说 背着其他的目的 受了指使 或者背着什么 喜欢老毛那套 或喜欢救救救救他娘的 喜欢专制 喜欢当奴才 喜欢当奴才的奴才的奴才 把这个祖宗十八代都联络的 都联络的不得抽身 在地狱里受折磨 对这种人 老子真一点都不客气 老子一点都不客气 明告诉你们 谁在他妈操折腾 你是嫌死的慢了 嫌什么 你全家 缺报应了 我明告诉你们 你们在这攻击老子 在这骂老子 你祖宗十八代都不得抽 超生都得回去 别他妈讲什么什么 你就光打凶 光打算个鸟吗 光打算个鸟 要像你们说的这么凶呢 做到这种程度 现在哪有美国呀 没有世界 全是共产党了 有的可能性吗 明告诉你们 你们的鼻鼠 把你们当神像公主的老毛 毛泽东傻逼 毛傻逼 他如果他他他他他妈在地狱 不得抽身 他他妈要活着建老 他就跪下来 喊老子爷爷 什么基本玩意儿 一帮傻逼 推问你们 就那主子去吧 问问你们主的过 老子是谁 老旧这个本事 就那天翻地覆 这个 偶尔情绪发泄一下啊 因为 实在这这这些傻逼们 太可怜啊 有这些傻 有的傻逼们太可怜啊 就这个这个没办法啊 这个没办法 就是该该这个 呃 因为他太可怜啊 因为他他不知道 他要面临的这些报应 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对手是谁 他都不知道我是谁 哎 就敢站着就敢站着废 就敢站着狂废 但是对咱们这个 这么多年 这这这么长时间了 哎 哎 这个听我节目的这些 这乡亲们 我还是这句话 我说这些东西 哎 我提醒大家 这个家里有水浒传 有有这些老书的 老版本书的 保存好 保存好 也也也也别炫耀 自己改条看 我给提醒大家的线索呢 因为 因为有些事 事到到节点的时候 就是 很多事都会发生 很多事都会发生 就是就是 但是呢 你要加油这个东西 那是你的宝贝 你能获得指引 就能给一家人 给亲戚亲友 只带了一条生路 知道对那时候怎么能活 怎么能活下来 怎么能进入新的世界 如果要是说 我还是有想朋友说 你说信心量太大了 信心量太大了 就是我们 你就慢慢的说 慢慢的说 就是把意见说透 我只能说告诉大家 情势已经不允许了 情势已经不允许了 这个网络哪天 说断就断了 就我在这个 还没有断网之前 要传递给大家 我希望传递给大家 更多的提示的线索 提示的线索 就是让大家明白 但是有的时候 安静工这把结论说出来 我在我们再举证 再补证 这个呢 这是最好最理想的情况 但是 就是说实际紧急 已经解决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些情况可能都不允许了 我没有这些时间了啊 我就是说有原者啊 你有那个正义的追求 有那种善的愿望 咱们就是兄弟 咱们就是兄弟 咱们就是亲兄弟 咱们就亲兄弟 我为你们死 我都愿意 我都愿意 我之前多少次啊 我做那些工作啊 是见证了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 我多少次新生这种 新生这种愿望 我就是粉身碎骨 能让大家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 一个做一个人 应该得到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不能舍出的 没有什么不能舍出的 这就是我做这些节目的 真实的这真实的情感 的动机 就是就是这样 但是呢 万物都要讲究机缘 都要讲究机缘 就是说 一人难称 百人心啊 就众口难挑 为什么大家经历 完全不一样 你接触的知识 信息 逻辑 完全不一样啊 就其实不存在一个 一刀切的方法 能大家就迅速悟到 迅速得到 我说只是隐事 这是一种启示 你必须要等到 那个实际的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讲说比较 天地运转 天到运转那个时候 你才能 其实你才能真正的接受 和理解 我做 在作为我来讲 我还是希望大家 把这些线索呢 你记下来 你记下来 等到需要的时候呢 或者就是你的机缘 到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 悟到和不悟到 苦修不苦修 跟真正的 就是最终极的 终极的得到 不是那种 一加一 就等二的关系 从来不是这样 从来不是这样 我们就说 有时候苦难是一笔财富 那你受苦难越多 财富就越多吗 那也不是啊 也不是 为啥 但我知道个人命运千差万倍 为什么 这就是星球运转 就是这样的 每例尘来 每个粒子 每个星球 甚至每个星星 它是基本的 轨道面是一样 但是它路径 它的这个时空 是不一样的 但最后有一个 汇集点 就等到那最后的汇集点 最汇集点的时候 就会 那到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造物主 这个天道 它就是这样 所有的这个 承转在这个 这个时间的生命 这些灵体 在聚集到一个点的时候 大家就会 给那一刻 大家有公平的 选择的机会 但是你就这样 这么很简单 就是一边黑暗 一边光明 那你自己选择 为什么 上帝为什么要造人 因为人 说是机器 但是他还不是机器 因为他就是神 神就意味着 有权力 所以说 对上帝 造亚当之后 亚当选择 那你亚当 影了选择 上帝不会说 那你选择 我不让你选择 我不让你做两个选择 我不让你堕落 那不可能吧 就因为你 都是你自己选择 所以上帝给所有人 这个最大的公平 就是说 你不管你之前是立地 是屠夫 是万恶 叫十恶不赦的 还是说 就是你北上就已经成圣了 成为圣人了 成为悟道了 成为真人 成为仙 成为佛 他到最后 都统一的 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个机会 这个选择点 这个十几点 就在今年 不会很晚 就会出现 大家记住 记住我这句话